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错 我可是闯荡江湖的女装豪杰呢 我就喜欢你们这样的姑娘 那我就赠予二位姑娘一个 扶手贴耳扶 贴在你们想要降服的臭男人身上 他立刻就会扶手贴耳 不用不用 他现在已经很乖了啊 这次来只要是想跟你打听一件事情 有一美人心见之不忘 一日不见心 四肢如狂啊 你是不是找死 没看到我在跟朋友说话吗 你两位姑娘做朋友上课 怎么还跟这毛小子做起朋友来 小子就小子 能不能别忙啊 你要是再捣乱 我就叫人连通花瓣跟你一起找出去 二位姑娘刚才要打听何事 尽管说 只要我知道 我们想跟你打听一下 梦里兄想在这块玉 你知道吗 姑娘 你这块翡翠 从何而来 我自幼便带着 公子 难道你知道这翡翠的来历 我还真是在在 姑娘 你别听她胡说 她凤长哥 是吃喝玩乐的行家 庞的 她能知道什么呀 我还真在 清凤阁藏宝阁里的古书中 见过此物 真的假的 你可别骗我嘛 对啊 这翡翁阁 可是昆雪八派 都要礼让的 怎么可能 让你轻易就去曹茂阁 我叫凤长哥 自然与清凤阁 有那么些许关系 我也就 演进于此了